上一集談到中聯重科 今集繼續談其餘兩隻機械設備股值得留意的 和大家分享 第一隻先說是三一國際 主要是主工能源設備、採煤 和抗用運輸車輛產品為主 主要參與港口和海上的重型機械產品 他們早前也發出了半年的盈利預期 主要是看回他們期內的梅機設備 更新的需求持續 在行業方面來說也在做很多事 包括智慧化、無人化 採取高效的綠色開彩 都是因為這樣需要使用他們的產品 再加上他們本身的產品 也在組合方面提升競爭力 亦是研發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和部份的型號 亦都投放在國際市場 有效控制營運成本 所以表現都做得不錯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 另一隻是中國龍宮339 他們旗下的裝載、挖掘、叉車、龍面機械的產品 見到他們最新公佈的銷售都有改善 這隻亦可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第四部 whose兄弟有限提升 這隻亦可不妨、憎夫之間 其他人是日本人的努力 最新公佈最新公佈是誰? 是誰? 是誰? 每天自己的聖程 是誰? 是誰? 有信心